一人陳昭榮在臉書上曝光 玉璃老家經歷地震侵襲之後的照片 可以看到不僅是地面 被震出一大條裂縫 屋內的磁磚和管線 也都掉落在地上 牆壁歪斜的程度 尤其是入口牆面 看起來最為嚴重 就看起來快要倒塌一樣 而陳昭榮也在PO文中透露 他出生的地方 就是在玉璃圓環中山路 陳家老宅地震之後震得很嚴重 超過五十年的鋼筋水泥樓房 經不起六點五的強震 萬幸當時沒有人在屋內 而上一次玉璃大地震的發生 陳昭榮剛好開車 在當地的東里路上 經歷了天遙地動 事後也心有餘悸 擔心阻挫的情況 承受不起再一次地震侵襲